一辆白色轿车坠落山谷卡在树丛中 警察员家派人力因为这里是边坡 没办法使用器具救援 只能徒步走下去将人救出 车祸发生在新北市三峡 一名59岁的五姓女子 载着两名姐姐和姐姐的儿子女儿 一共五个人开车出游 从基隆开车到三峡东眼山一路游玩 结果疑似因为第一次开车不熟悉路况 再加上山路狭窄 一时紧张 方向盘没有转好 整辆车翻落边坡 幸好被竹林卡住 车子没有再向下坠 警商人将五人一救出 幸好都只有擦错伤 没有大碍 以上为您掌握消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